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0月29日 根据最新的消息 乌克兰已经因为俄罗斯的空局 失去了40%的电力供应 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伊朗无人机造成的 伊朗的无人机呢 它的自杀式无人机主要有两个型号 一个是沙伊德136,一个是沙伊德131 最主要使用的型号是前者 乌克兰在最近的同时向伊朗发出了呼吁 要求伊朗停止向俄罗斯提供自杀式无人机 当然我想这个效果肯定是不会明显的 如果伊朗不提供的话 它早就不提供了 而且现在我估议伊朗是跟俄罗斯有大额的这种合同 所以它可能未来还会提供相当数量的自杀式无人机 在这种被动的情况下 为什么美国和它的盟友不帮助乌克兰尽快解决自杀式无人机袭击这个问题呢 我想还是要根据这个自杀式无人机的特点来解释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眼 这个自杀式无人机外观非常简单 它没有任何的观察口 就是简单的一个飞行机体 后的一个小功率的螺旋角 小功率的发动机 前头呢是一个简单的这个爆炸弹头 这种 刚才是136型号 这是131 131的这个发动机呢更小 就是一小转子发动机 就是一次性的 也不要求这个稳定性好 前头就是一爆炸物 这个螺旋角呢还是木质的 机身呢就是一个碳纤维的 内衬的金属 我们可以说呢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呢是功能啊是极其简单啊 它就是一个GPS导航啊 外加这个惯性导航的一个简单的飞行器 有很多人呢把它跟过去的遥控飞机啊相提并论 实际上确实很类似 因为它的功能上啊实际上就是一个飞行 但是它的它没有遥控功能 它它本身就是用了一个自带的GPS控制功能控制单元 你把地址输入进去以后呢就不能改变了啊 这种简易版是不能改变的 当然这种136呢它有一个完整功能版 它就是说有数据链 你其他的无人机可以通过数据链 把数据目标数据发给它修改这个攻击目标 我们说美国为什么和它的盟友没有这种好的办法对付它呢 主要是因为这种无人机啊 它的价格非常便宜啊 目前美国和它的盟友提供的方案呢都非常的贵啊 RTS和NASAM啊 这个弹体呢都价格远远高于这个无人机的价格 那我们说为什么美国的技术水平比较高 一直就没有研究这种相关的技术呢 这个呢实际上我们要从美国的定位来看啊 美国本身呢它没有预想到这种功能简单的自杀式无人机 会对它造成麻烦 为什么呢如果说你要用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啊 对付美国的话 美国实际上它是有一些策略能应对的 比如说 它可以派飞机直接去空袭你的发射基地 当然了这种车呢 这种 这种无人机的发射呢 它可以通过发射车机动发射 所以它就有点类似于在两驿站中 伊拉克用飞猫腿导弹发射车 发动发射飞猫腿一样 在当时呢 打起来是比较困难的 在美国这个地毯式的搜索之下 伊拉克还是成功发射了好几枚啊 袭击了这个以色列 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呢 实际上也有这种类似的这种特性 但是 但是面对的这种特性呢 这个美国呢 实际上它是有一定措施啊 进行遏制的 比如说 我可以经常的派飞机 在你可能出现的区域呢 进行这个及时的空中打击 但是在美 但是在这个俄罗斯方面呢 它现在就没有这种可能 因为乌克兰不可能在俄罗斯 它没有这个制空权 另外呢 就是说 美国可以通过 啊 袭击这个无人机工厂的 方式来降低你的生产能力 因为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呢 它需要一个大量的补充的过程 所以 应该是不会提前生好 提前生产好太多数量 它有相当一部分数量 肯定还要再生产 它看到效果好了以后再生产 美国呢实际上是可以通过打击工厂来降低你的这个无人机的数量 但是在对于俄罗斯这个战斗当中呢 这种方式呢 也是行不通的 所以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你只能去靠想办法去击落这个自杀式无人机 这个难度呢就相对比较大了 因为它不光是说你要能把无人机击落下来 关键是它还前到家了一个限制条件 就是你一定要便宜 现在美国的方案都是太贵了 好 今天呢就和大家聊到这 在战略上来讲呢 目前的俄罗斯确实是通过无人机已经取得了优势 这种状态呢 短期无法改变 无人机啊 在某种意义上 它的作用跟海马斯不相上线